了解最新报价,不做冤种买价 大家好,我是大千 这期视频主要给大家分享的是瑕疵机 就是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 但是使用上没有任何区别的机器 第一台是国行的14 Pro Max 256G的 紫色小发量的机器 原装的,但是后玻璃是更换的 像这个后玻璃更换的机器 摸一下这个边边,只要各手就可以出来了 但是一般这种情况的机器是不影响使用的 这台机器我们的拿货行情是5700米 下面这台是国行的14 Pro Max 256G的 黑色纯原装,无拆无修的一台2G 屏幕的中间是一个小小的彩点 这个彩点不会扩散,不影响使用 但是这个机器它是一个监管锁 就是很多人去分期买的手机 后面不打算还分期了,就把这个手机卖掉了 我们这个机器拿货是2500米 但是不建议你们买这个机器 后面的使用可能变成板砖 如果变成板砖了,只能当配件去卖 当配件就差不多要亏个大机板 非常的不划算 下面这两台是美版的14 Pro 118G的卡贴机 美版机器需要去开孔去做卡槽的 像这个机器我们的拿货行情是3600米 它是纯原装的,电池效率90以上的量级 下面这台4000米的13PM 256G的 国行双卡双的机器 非常适合使用的 因为它的外观,背玻璃都是有瑕疵的 而且是更换了一个官方的正品的屏幕的 在使用上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就是看每个人的对机器的要求 这个机器电池84,可以换也可以不换 接着是一台美版的514G 12PM 改了一台双卡双代的机器 12系列改双卡是可以做到无损的 然后这个机器的瑕疵就是后玻璃 有一丢丢的小裂痕 这个机器我们的拿货是2500米 接着是一台国行的iPad Pro 2021 也是iPad Pro第三代,148G的国行亮机 这个机器电池效率89了 正常使用的一台二手机器 我们拿货的行情是3900米 苹果的平板电脑 特别是这种Pro系列是特别保值的 这种M1芯片加持之下 再用个8年都不过时 下面这台是国行的iPad Air 5 64GB的一台纯原装的粉色亮机 电池效率95 而且还配了一个第三方的手写笔 这一整套我们的回收行情是2700米拿到收的 回收的机型太多了 就不给大家意义展示了 大家如果想了解任何机型的行情 可以打在评论区 我意义的回复大家 感谢各位老板的支持 对应用来画货下来的